大家好 欢迎回来 《芒向编辑部的法庭 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1月10日 星期一 限时间 今节有个许刘先生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 沙冷戏》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的这宗案件发生在2019年7月28日 中上环打得很厉害的媒体叫做警民冲突 这一场暴动里面 有44个人被控暴动罪 因为人数太多了 要分开来审 其中今次讲到这一批24个人里面 21个人暴动罪成 监禁期由30个月到42个月 这一宗728中上环大暴动 另一部分分开来审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判决书是怎样的了 而那一宗是由恋官 恋锦雄去到审 老恋销 恋怨 对于那一宗 说到咬牙切齿 又说恋锦雄荒谬绝伦 又说这些是非法集结 不是暴动 这个我将会精心炮制 拿回连冠 在法庭上整份判决书 究竟为什么定义这一班人是暴动 不是非法集结 这些一定要搏弃老小这些人渣 何解呢 要借小小位讲一讲 因为最贱价的地方就是 明明这一班人已经看到是暴动 也叫做扭无可扭 在现场捉到他们 那你就会说 其实也不是暴动 非法集结 意图尝试用一些比较温和 即是觉得这班人其实没那么严重 其实就算非法集结 也是一种破坏社会安定的手段 也是一些不对的行为 你觉得说到非法集结 好像很无双大雅那样 你不叫你的小孩子去 你不叫你的孙子去 所以这些人可惡可恨之处就是这里 还要帮这一班人 怎么都要想些方法美化 当然他要希望赚这班人的钱 回到21个判监的人 其实之前这班人 有一部分都在庭上说自己 不是求情 是陈情 我还记得有一个姓简的26岁做工程师 当时陈情 我也有做过一节节目也有说过 不知道各位网友还记不记得 他说他自己认是暴动 但是当一个城市有暴动的时候 应该感到羞愧的不是人民 而是政府 对于这样的拍烂手掌 那一班黄友和旁听师相当感动 觉得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还说社会有民主的话 他也不会现在在这个法庭出现 即使这班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能救了 如果进入监狱里面有这个 懲教署 处理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懲罚和教导 那他们为什么728会出来打获勁的呢 就是因为 说要帮721报仇 即那个行动目的 即使要宣洩 他们对721的不满 说一说报仇 但是整班人 完全 很大机会 有一部分可能是反社会 或者叫做 自己的 失意 亦都加注于可能是 当了什么 没有民主自由 而令到自己 忍不住要出来这样 打获勁的 那么何解呢 我看了这班人 即被囚禁这些 有一些 18岁 没工作的 24岁 又是没工作的 21岁 又是没工作的 24岁又是没工作的 那么我看一看 这21个人里面 有4个都是无业的 当然有一部分是学生 学生当然 可能多数都没工作 或者可能有兼职都不顶的 不过 以现在这个年代 都很少听到一些学生 说会出去做兼职 通常都好吃冷飞的 你说不要这样说的 真的 我见过不少那些大学生都是的 目的都是要靠家人 支援来 来点点点的 还会嫌家人 给得不够钱多 真的愿意做兼职 有什么去补习的 不是没有 少了 大部分都真是这样 我不是一竹竿带了一船人 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这样 有些书都不读的话 搞到他出来要抗争 还是点点点 这就是一件事了 我们听听 法官陈仲恒怎么博弃这些 垃圾的 黄友大道理 陈官就这样说 说他们 意图将这个暴动 合理化 这个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觉得我们暴动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反抗 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很喜欢 什么反抗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说他们 意图拿728暴动来 解决721的暴动 不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更加 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其实这一点 说得很对 他们612 就是 搞了个 要撤回暴动定性 要为了那帮人 脱罪 就是不要起诉那帮人 而搞出更多的暴动 更加多的 612的翻版出来 令到更加多人 自己 都陷入了 都变成一个被告 本来 你们没事的 你们就说要帮那帮人 所以帮到他 连自己都坐牢 很多这些例子 他们那时候 连那些什么李大围城 什么维艺救赵 说要出来 扯散警方的警力 让他们在李大能够出来 不然会杀了他们里面的人 不要那么疼 就是这样 其实因为很多人 如此 都成为了 李大围城以外外外的 暴徒 变成了这个暴动罪 也都坐牢 可能他们觉得值得 李大那些可能逃出生天 有些可能去到BNO组家 有些可能穿草去台湾地区 他们觉得值得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看你觉得值不值 你一生的前途 就换这些人的 自由 一些你不知名的 不知什么 手足也好 什么都好的自由 你觉得那么开心就可以了 亦都说 如果他认罪而令到自己 都要蹲牢 就更加不应该 鼓励其他人 捕他的后塵 法官怎么说呢 当日的暴动 不是突然间发生的 即不是街坊 或者那些 大喇叭 记住大喇叭那次 其实有穿齐了 黑衣黑性的 整班都有 从他们的装备里面 看到他们有备而来 但是又未到 很周长 和很 精密的计算 在 已经细去了 众新闻里面 他们因为直播片 看到那班人 人数非常之多 是远超过 警方的人数 警方多次 都叫这班人 和平散去 其实有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不但不理会 法官都说 相信 执行驱散的警察 身处现场的市民 和家里面 看直播的人 都是希望 这些示威者 能够和平离去 当然 远在海外的 我们芒康编辑部 甚至乎 海外的芒友 听众都是这么看 还说 可惜 这班示威者 没有珍惜 警方给你们 和平散去的机会 强调到很多次 和平散去 即是 你们不要动手 动脚 不要搞破坏 你们是有机会 不用坐牢的 如果你们 死女儿 还要打获劲的 那就恭喜你了 陈冠都说 当日的暴动 对于市民 造成极大的滋扰 导致店铺关门 就是 那晚 餐饮业巨子 就是一个人 自己 无端端要这样 闪了门 一个人 独自 在这个昏暗的 酒家里面 吃鸡 真的是一只鸡 因为 预备了很多 不知叫做 什么 贵妃鸡 咸咸的 白酥酥 咸咸的 不知什么鸡 一个人 就吃着 类似 贵妃鸡 然后吃叠花生 然后喝着罐啤酒 听着 望向编辑部 那种感觉 多么 难过 因为他说我们还在 笑 黑暴 怎样 他说你 许流山就笑得出 我真的笑不出 陈冠他就说 遇到破坏的环境 和设施 可以用金钱 和时间 去修补 但是 修补撕裂的社会 绝对不容易 没错 现在 社会的撕裂 其实已经撕开了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 这样的看法 撕开了两边之后 而两边 各自各 也都再去 滋掌 即是那个伤口 你看得出来 卖不回来 还说他们这帮人 不应该 为了 满足 一己的 初心 因为他们经常说 初心初心 而任意妄为 不责手段 素诸于暴力 香港根本 就不应该发生任何的暴动案件 陈官也说了一句 一知为甚 其可在乎 他也说被告 犯案背后的理念 绝对不是求情的理由 他们又用了什么 唐白虎点抽香 还是九品芝麻官 很多东西 不是 那个是武藏元 梳乞衣 两套都不是 即是说 皇帝 为什么担心 丐邦有多少弟子 丐邦有多少弟子 完全是取决于 皇帝 如果皇帝令到天下万民 生活得 风衣足食 安居乐业 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做乞衣 他的意思是隐喻 政府 如果施政 令到大家 是做得好的话 很安心 生活无忧的话 那哪个人会 选择出来做暴徒呢 即使不给我们民主自由 我们就要做暴徒 我们有民主自由 光是道 那我们就不用做暴徒 你以为我相信要做暴徒吗 对于这些这样的说法 真是被 陈官 搏斥到一页都没有 这些不但不是求情的理由 还说他们 意图将自己的暴动 合理化 正正就是 好像很真诚 好像很恩赐 但是固执 自己 这些非常 可惡 你说这些案件里面 是否公平 又说 是否判得重不重 有没有乱判 像老少那样乱说 其实就不是 我们看得到的 因为陈官 会看一看 那么多人里面 好像发现到其中有七个人 参与程度比较低 所以他们那个 量刑起点 就40个月 然后考虑到初犯 减下减下 就变成37个月 有些 他可能再加上 又有那些 什么无线电 通讯器具 那些 当然无牌管有 又加多一点 日子给他们 因为同期执行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 当时 只有18岁 又说刑期可以叫下调 很多不同的 有些 说到自己的 陈情 好像 又说 武藏元素乞业 又说 我都不想的 那些 那些 天下太平 我怎么会站在那 因为他较早前 已经一开 已经认罪了 虽然他有那个 陈情在那里 但是死 厚硬的 所以这个好搞笑 他相对地 判得比较轻 他坐30个月 变相 坐得最少 就是他 讲到最 大仁大义 满口这样 那样 以为他会 坐得很 劲 或者叫做 很勇猛 所以一开始都说 他是认罪 他认是暴动 好了 今节先讲到这里 另外那一宗 我相信判刑都快了 那我们来 我才再 慢慢读 判决书 究竟是怎样 我都猜到了 那一节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听 但我都希望 用一个 真真正正 完整版 来去 博弃 阿萧 只有那几句 在新闻 CAP出来的那几句 你就说 连贯是 什么荒谬绝伦 哇 真是 你最荒谬的东西 你还骂人荒谬 是不是火都热了呢 要帮我 连贯评评你 好了 今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